而这个四支两亿多元的花莲县防救灾教育训练中心 成为东部最大的防救灾训练基地 训练场域可以供县内外消防救难团体来训练 而防灾教育馆则有户外活动、天然灾害、居家防灾 以及紧急救护等四大主题区 有互动科技搭配图文展示还有专人导览 让民众学习急难救助等技能 18号到20号开放机关以及学校抢先体验 临近七星潭四八高地 原区面积6.5公顷 置资两亿多元的花莲县防救灾教育训练中心 在119消防节这天启用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 防灾教育训练中心可供锦衣销就近训练 也能容纳外县市消防及救难团体训练 一年可安排约600场训练场次 而防灾教育馆设有地震、潜邪屋等体验 平日设有导览时间 并提供各级单位举办防灾教育课程 我们这个署长给这个简红尘大队一张 一个毕章 那个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是一个出生入死 一个牺牲自己 愿意舍身取义 我这个真的是觉得 我们是不是给所有的消防家族 给他们掌声再掌声再掌声 感谢 感谢 再感谢 所有在火灾的现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跑出去 只有谁跑进来 只有消防队员跑进火场去救人 对不对 对不对 可以在这里 在自己中文单位 能够给给我们大家消防队员最大最大的支持 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彼此的能力跟技术 然后这次通过认证之后 因为消防署已经规定一套制式的平和项目 所以大家对救灾就有共同的语言 然后也会彼此知道自己的能力到能力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照这个能力去分配 就是任务的整齐 像比较难的任务 我们就给比较强的队伍去执行 会把比较就是效力分 就是效力比较好 消防署长肖幻章也现场颁发终其认证证书 使用仪式结合亲子防灾共学体验活动 展示消防车辆装备 消防机器人等抢救器材 经常支援救援任务的空行总队 也展示黑鹰直升机 让民众近距离体验 其办花莲县防救灾教育训练中心 成为提升花莲防灾量能的重要基地 记者长方艳华林士报导